这一夜 我失去了我的老公 也失去了我的老婆 这种奇怪的新闻 果然还是出现了 有点担心你 作为唯一的女职业选手 不要倒在这种 最开始的时候 小姐姐 怎么了 你看 这儿说我和你 手拉手逛街 他们造谣都不用付成本的 我明明了 你的手拉手逛街 我都没有碰过 现在碰过了 还委屈吗 你的猫也被你累死了 童谣 你以前是因为觉得咱们异地 加时间对不上 谈恋爱就是浪费时间 不如不谈 所以才找了一些 鸡马算品的小事 跟我产了一架分手 现在你自己 都是职业选手 你也应该明白 职业选手的日常 我那个时候真的不是 故意冷落你 我也一点都不想和你分手 KTV的事情都过去了 我不该骗你 是我不对 我也跟你道过歉 瑶瑶 我们好好聊聊好吗 你 你在干吗 该不会穿着马甲 跟人家在铁巴上吵架吧 我有那么无聊吗 我觉得有 我看你就是没事 我看你 有不有成 我觉得 有必要发微博澄清一下这件事情 澄清什么 我 你和简阳 根本没有什么电竞白色传 没必要 有必要 我不能就这样玷污了你的清白 你自己去看一下多半专组 我 丑蛋 没有的事 别下财 这是你 嗯 为什么 毒枪眼的事 你该拿人来做 诚哥 干什么 你这什么眼神 说回去 虽然不知道 未来谁有心当你的陆夫人 不过我现在已经开始有点羡慕他了 因为你一定会把他保护得很好 刀枪不入 风雨不轻 什么陆夫人 你是不是弱智啊 明天跟反弹体肯约了公开训练赛 会放视频给粉丝看 好好的 不要丢人 大冰 哎呀 简阳 我们已经是过去式了 不要再纠缠了 你和陆思诚 我想各位不用我多做介绍了 老对手 上赛季正式进入中国市场 一共和我们交手六场 我们四胜二负 输掉两场的原因 诚哥 需要我重复一遍吗 不必了 今年 我需要你们认真的对待 因为他们拥有了一名 从去年世界总决赛的冠军队伍 也就是 诚哥的老东家 TAT战队 买来的韩国外员 这个叫坤的家伙 我光看了坤到FNC战队的九场比赛 六胜三负 胜率高达百分之七十 坤在野区的统治力 比老K略胜一场 也很会洞察对手的弱势 并为自己的队友创造优势 FNAT战队这赛季的战术 非常地明确 就是以打野为核心 准备全场的团队 所以你们在和他们对战的时候 我希望你们每一位 一定要有意识地留意自己野区的资源 下路有诚哥和小胖 所以不用太担心 坤也不会抓自己的弱势路 上中路 才是坤的主要目标 所以 上中野的联动一定要配合好 好 嗯